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国际拼联公布的新一期世界排名榜显示 樊振东的南单排名跌至第四位 这是2015年7月以来他的最低排名 就在两个月前 樊振东还是世界排名第一的代名词 短短时间内排名一跌再跌 甚至跌到近9年的最低股 樊振东怎么了 樊振东首次做上世界排名榜第一把交椅 是在2018年4月 当时年仅21岁 此后他一直是排名榜C位出境率最高的南单选手 榜首累计时间超过了58个月 历史排名高居第二 仅比马龙少6个月 去年开始樊振东遇到王楚清的挑战 先后有三周失去领先地位 凭借全年49周领先的优势 小胖仍然是无可非议的世界一号选手 不过隐患在去年已经出现 2023年7月中旬期 樊振东在国际赛场一直没有尝到单打冠军滋味 进入本赛季仍然没能扭转这个劣势 甚至经常出现止步于8强16强的一幕 接二连三的糟糕战绩 让樊振东的排名分优势不断下滑 今年3月19日 他的世界排名的领先地位 第三次被王楚清超越 此后一直位居第二 到了本周 樊振东的世界排名 从第二一下子跌到第四 出现这一幕 有上周缺席WTT挑战赛太原战的因素 但关键原因是 他在前段时间举行的WTT大满贯赛沙特战 过早被淘汰 于是 去年世兵赛他夺得的南单冠军2000分排名分在本周过期后 一时间没有较高的其他积分顶上 世界排名分只能从上周的5228分 一下子跌到3403分 与排在第一的王楚清7725分相比已有断层落后的尴尬 还被马龙4110分 梁敬坤3980分甩在身后 比位居第五位的费利克斯勒布伦仅多了26分 和马龙一样 樊振东也是成名甚早的天才少年 2014年春他登上了师兵赛男子团体冠军领奖赛 由此跻身世界冠军行列 当时以17岁0103天的年龄 成为中国南平史上最年轻世界冠军 2016年他勇夺世界杯单打冠军之时 距离20周岁生日还差好几个月 2021年11月 他首次高举圣伯来德杯之时 还未满25周岁 引以为豪的是 樊振东迎来运动生涯这三大辉煌时 均比马龙夺得这三大冠军时的年龄更小 纵横拼弹多年 小胖已摘取除奥运会单打冠军之外的 其他国内外重大赛是南丹冠军 距离大满冠乃至全满冠仅差一步 2021年下的东京奥运会 樊振东收获了南团冠军南丹亚军 两个月后的巴黎奥运会 无疑他冲击大满冠为业的最好时机 然而 竞技赛场风云变幻莫测 最近几个月 小胖后遇到运动生涯的瓶颈期 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大战 他能越过这个障碍吗 而在刚刚落幕的太原常规挑战赛上 梁敬坤夺得南丹冠军 四比一爆锤勒布伦 那他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那就是林高远彻底没机会了 中国国拼太原挑战赛最终已经结束了 国拼完美完成任务 五项比赛全部夺冠 那么伴随着梁敬坤让一锥四惊天大逆转 带伤战胜乐布伦之后 那么这次大胖的夺冠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梁敬坤其实还是挺难的 因为之前他的男双比赛当中刚刚失利 刚刚是和王楚钦联手输给了马龙和林高远 那么我们说男双失利 现在回到南丹的赛场上 夺下冠军意义很简单 首先一点 大胖这个冠军一到手 就意味着这一次梁敬坤的奥运会 匹卡彻底稳了 明道远彻彻底底的没有取代梁敬坤 登上奥运的机会了 因为本身国拼奥运的名单已经确定 但是匹卡的人选有很大的争议 很多人都觉得不该给梁敬坤 为啥给他呢 因为匹卡是随时准备替补上团体的 单打跟你没关系 单打和匹卡人员是没有任何交集的 就算是你拿了匹卡你能上 你也不可能替补单打 那么如果你只上团体 要选肯定选双打能力突出的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你上团体你 匹卡是作为第三人上去的 上去要打男双 如果你双打能力不行 你想打单打那不可能 国拼的一单已经确定了是樊震东 所以说当时都觉得 林高远双打能力比梁敬坤更强 他应该更上 但是事实证明 关键时刻需要的是抗压 抗压第一 然后再是比赛能力 梁敬坤这次就达标了 去年的时候就是他在太原 队友虽然全崩了 但他一个人扛住了护上损符 守卫国平荣耀 今年又是如此 队友们纷纷被淘汰 全部马是前提 三大主力都没打单打 就剩他和林高远 林高远被淘汰了 林世洞也输了 梁敬坤一个人进决赛打外战守住底线 而且还是带伤拿下了勒布伦 这个含金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一出来就意味着 梁敬坤的这个P卡彻底稳了 林高远尼取代不了梁敬坤 因为每一次当梁敬坤扛压力的时候 他都能够顶住压力 并且完成任务 就从这一点上来讲 梁敬坤的大心脏很可能给国平带来很大的帮助 如果奥运会真的出现了突发意外 真的需要坏人的话 我们需要质疑的也不是这张P卡人选 梁敬坤彻底稳了 林高远没戏了 WTT常规挑战赛太原战 国平包揽五金 接下来就要备战重庆赛了 在这段时间里 场外还有两件小事被球迷所关注 第一件事就是在太原赛的训练场 根据现场视频可以看到 伊藤美成又盯上了孙颖沙 对其和邱一可之间日常训练看得入了迷 球迷感叹 从2021年到2024年 伊藤美成的目光永远跟随着孙颖沙 要知道 此前伊藤美成的个人记录片中 大半都是关于孙颖沙的 可见他对国平小魔王有多么热爱 虽然伊藤美成无缘巴黎奥运会 但是丝毫不动摇他对孙颖沙的崇拜 而且在一旁边看边笑 看到沙沙歇歇了他立马也开始练起来 质量也加大了 练得框框想 这就是有一位优秀竞争对手带来的力量 孙颖沙就是日本天才少女的动力来源所在 第二件事 则是关于孙颖沙的好姐妹 国平陪练孙明杨 她更新了自己的视频社交媒体 晒出了在俄罗斯参加联赛夺冠的场景 她写道我们是冠军 业余国外生活记录 边走边看 感恩队伍给机会 感谢团队 圆满的冠军 See you next time 孙颖沙则献身她的评论区 点赞并喊话非常好 回来继续奔跑 而孙明杨则回复道 好的 我监督你 孙明杨是国平特殊打法选手 也是模仿伊藤美成的著名陪练之一 为孙颖沙等人克敌制胜 做着幕后工作 而她也很有恒心和毅力 辗转日本和俄罗斯去参加联赛 一方面可以赚外快 另一方面也可以去近距离 感受外协会的特点 为封闭训练提供更大帮助 不得不说 有时候陪练需要付出的努力 一点不比主力选手少 国平的荣誉属于集体 夺贯的虽然总是陈梦 孙颖沙 王曼玉等少数主力选手 但如果没有集体的智慧和努力 他们也无法达到今天的成就 我会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